我从厦门塌浪而来,和我一起走进河北邯郸祠县北朝考古博物馆。 北朝考古博物馆是中国唯一一座北朝文化考古研究中心,之所以冠名为北朝考古博物馆, 是因为博物馆内展示的文物都是北朝考古的成果,是全国考古类博物馆建设史上第一个冠名考古的博物馆。 与祠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相呼应的是南京的中国南朝考古研究中心,在国家南北朝考古研究上,祠县和南京形成了南北两个对标。 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来到青色之场的频道,我们从河北邯郸市中心自驾,来到这个祠县的北朝考古博物馆, 行程时间大约是四十多分钟,从和谐大道拐进来,大约一百米左右就是博物馆的停车场,停车场是免费的。 大约正对的右面就是博物馆的停车场。 祠县历史上是南北朝时期东魏北齐帝王将相王宫贵族的皇陵区,北朝物站多大一百三十四座。 周一是闭馆的,跟所有的全国的博物馆都一样,今天是周二,我们就自驾赶过来。 祠县出土了大量的陶俑、壁画、瓷器、金银器等贵重文物,其中陶俑的数量远远超过秦始皇的兵马俑,被学术界誉为小兵马俑,具有重要的历史、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。 在走进博物馆的御桥带上,我们会看到一座高达十一米的骆驼雕像。 地上雕刻着四路骆驼四个金色大字,它是北朝如如公主墓出土的一尊骆驼逃涌的放大版雕刻,也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 北朝时期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会,和南北方地区以及周边国家都有贸易往来。 开闭有丝绸之路,通往东欧的这条丝绸之路,穿越山西、陕西、甘肃等地,一直通到古罗马,成为古代通商贸易的典范。 神道两侧是陶俑造像,是北朝墓葬出土陶俑的真实造型,它们中有汉人、鲜卑人和胡人等。 走入展厅,走向随堂四个大字,诠释了整个博物馆的主题。 整个博物馆共分三个展厅,一个特别厅。 这个视频,我们先从第一个展厅,黄黄帝都开始。 只看名字,你就能大致猜到,这里的珍宝器物一定是精美无比,处处都透露着华贵与精致。 平城、洛阳和夜城的城市建设有什么不同,城市设计版图是否一样,城内家具设施以及器物的特点又是什么,游客们都可以在这儿找到答案。 皇家贵族的生活用品,奢侈程度远远超过了当时平民的生活水平。 精美器物的背后,不知道还有多少故事,等着我们去探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下集视频请和我一起走进第二展厅《微微秦岭》 以及第三展厅《泱泱文明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